上周的港股先跌后升,最后以29288点收市,比前周升487点。 原先全部专家看淡,认为恒子将下卸,本然认为淡有只占1%的优势。 现已清楚看到,恒子的调整已经完结,由7月开始将掉头回升,早前提议,笑看风云,趁低吸入,无看错,今周遇上6月期只作最后结算,淡有会输一铺,好有取得最后胜利,今周恒子的高点了会升上29650分之29450的水平。 低点则在28740分之28610之间,若要增加持货量或建立期指好仓,可代行指略跌近上述低位时进行,基本上各板块形在轮动,资源及手机设备股炒了一轮,药业及医疗保健股近日蠢蠢欲动,但无论是什么股都是以大幅炒高者不宜高追。 指宜作教深度调整时吸入,早前已吸入药业及医疗保健股的便宜货可放心扎下去。 留待下半年大声浪展开时回吐,有些论者认为7月1日为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大日子。 故此股市一定会兴旺,此说令人提笑皆非,无疑者是一个大日子,因为适逢香港庆祝回归。 更为重要的是,自国安法通过后,过去一年本港撥乱反正,将反中乱港分子打残,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不会改变。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公司及雇员皆欢迎留在者里,任何种族的人士都可在此安居乐业。 只要遵守特区的法律便是,中西争拗上会维持一段时日,香港为其中一个封眼的地方,波动难免。 中央政府出手替香港稳住大局,后续衰港人同心协力,保护香港的繁荣稳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